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我們來進行最後一次的一個醫師國考病理考慶的大亂猜 我們來看考題分佈 在下泌尿道跟男性生殖系統的話 他在上一次幾乎都沒有出題 所以這次非常有機會會出題 那在Endocritic System的部分的話 一樣 上次只有出一題而已 相對來講是比較少一點 那上一次比較常是 就是考在這泌尿道跟瘦Tissue 那這次可能就是比較不會考 那這大家就參閱一下 好 是下列哪一種膀胱的病造最常發生FGFR3基因的突變 那答案的話是這個 Non-Invasive Low-Grade Populary Ur-C-L-C-O-C-Noma 這可能就是要記憶 那哪一種膀胱的腫瘤 它的形態是以這個Pagetroid的一個Spray 的方式 那是CIS 就Casinoma In Situ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尿路上皮的腫瘤 那它有兩種 經濟性的一個尿路上皮癌 有兩種不同的一個全區病變 第一種的話是這種 Non-Invasive Populary Tumor 第二種的話是這種變頻的 然後是非經濟性的一個 原味的一個尿路上皮癌 危險因子的話包含有抽菸 還有一些放胺 血吸蟲 血吸蟲 那還有長期服用陣痛藥的 病人 還有長期接觸這個黃靈吸胺的 還有輻射 在這個圖上面 是有提到 就是Ur-C-L Ur-C-L- 那它經過這個環境的一個暴露之後 如果說它有這個ROS跟這個FGF3的一個Mutation 那可能就會形成這個 Pupulary的一個 Ur-C-L 的一個Neopresent 那如果說它是P53跟RB的一個Mutation 它是比較容易形成這種 Casinoma in situ的一個情形 所以是兩邊是走不同的路徑 不同的路徑 那這個圖的話是在告訴大家 就是一開始的話是這個Pupiloma 它是還沒有侵犯超過這個 肌底層 好肌底層 那 B的話就是 Pupilary的Ur-C-L-N-Prescent Loma ligand potential 就是有低度惡性的一個可能性 那這邊的話 C的話就是低度的一個 Pupilary的Ur-C-L-C-Loma 那D的話它排列的 非常不整齊 而且你看它的NC ratio變得很大 那細胞變得非常的 不規則 那這是High-Grade的一個Pupilary的Ur-C-L-C-L-N-Prescent 好那這個A圖的話是一個正常的Ur-C-L-N-Prescent 那可以看到它的 細胞的話看起來是 比較uniform 比較uniform 那如果說是Casinoma in situ的話 它就是 整層啦 就基底層上層 就全部都是排列的 就非常不整齊 可以看到它的這個 細胞核呢 看起來都比較polymorphic的 那也比較endurge 好 那這邊就是有講到Casinoma in situ的話 它基本上 就是會被 稱為叫做Pagiotoid 那如果它不治療的話 可能會有 1分之1到4分之3 就會變成這個經潤器的一個癌症 再來的話介紹的是這個Testis的一個Tumor 那 它這個診斷的話 這是Seminoma Seminoma的特徵的話 一樣 就是它細胞質會非常的空涼 細胞質會非常的空涼 下列哪一種腫瘤它常見於3歲以下 答案的話是這個Yosec Tumor 那關於這個生殖細胞腫瘤下列合者不正確 那 這個Yosec Tumor的話 它是 不常 它常常都是混合性的 不是這個單一性的 那其他的話 其他三個的話敘述是正確的 大家再看一下 Testis的一個Seminoma下列合者敘述是 不正確的 那常常發生的嬰兒時期錯 它比較常發生在成人 那Seminoma的敘述合者錯 這一樣 是類似體 我們看一下這Seminoma Seminoma它大概是最常見的一個Gemsel的Tumor 佔了 總數的大概一半 它尻封的話是在30歲 30歲左右 那 相同的腫瘤如果它出現在卵巢的話 我們就叫它叫做 Distraminoma 那如果說 在中蘇系統 或是出現在這個 松果體裡面的 那它就叫做 生殖細胞瘤 Seminoma它的形態學的話 主要的話它是 均勻的這種 細胞片 它是一片一片的那種感覺 那 周圍的話有這些 淋巴球的一些境潤 那 格膜的話是以這些纖維格膜 來分界一些界限不清的一些小頁 那典型的這個 細胞的話它是圓形 或是多面體的 圓形或多面體 那會有明顯的這個細胞膜 那細胞質的話是呈現這種空量狀的 那中間會有個細胞核 那核人也會非常的明顯 核人會非常的明顯 這是它的特色 那它染色的話就是 染HC的話是染這個 KIT 還有這個 阿克 三四 還有這個 Portoplenin 是呈現 陽性 那它染這個CK Cytocharatin的話是呈現陰性 好那在這個胚胎癌的部分的話 發病的高棚是在20到30歲 那它比這個 Seminoma更具有這個清洗性 那它通常的話可以作為這個純腫瘤 或者是說跟著其他 生殖細胞混合出現 那如果說是 Yosec tumor的話 Yosec tumor它會分成在青春期前跟青春期後 那青春期前的話 基本上就是在這個嬰兒啊或三歲以下的兒童最常見的這個睾丸的重量 那它育後非常好 那青春期後的話很少是Pure的 那比較長跟Peta癌或是其他的 生殖細胞的成分會合併發生 那Korea chasinoma Roma moa 它是一種高度惡性的一個 生殖的細胞重量 那基本上它單純的這個 Roma moa 是很少見的 很少見的 占所有的Gem cell tumor不到1% 那它的 血清裡面的這個 HCG 是升高的 是顯著升高 那再來的話介紹這個Telatoma Telatoma的話它是有一種以上的胚胎 成 的一個正常的一個 生物 那可以 發生在這個嬰兒到成年都有可能 那它一樣分成青春期的前行跟青春期後行 青春期前行的話它是 純的這個 雞胎瘤呢在嬰兒跟兒童皆是非常常見的 那它僅次於發生率僅次於這個Yosec tumor 那通常的話它是跟這個 12P是無關的 而且它是這個良性 良性的 那青春期的後行的話 它Pure是比較少見 通常的話會 合併一些其他的組織學的 混合在一起 那通常的話 也會比較被認為是惡性的 那形態選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有很多 不同的神經組織 有一些很多不同的組織 所構成的 像是神經組織 肌肉素 軟骨 或是磷狀傷皮 或是一些皮膚的復健 甲狀腺 或是 脂氣管的上皮 或腸壁 腦部 等等 它會嵌入在這個纖維狀 或是黏液狀的肌子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裡面的話就是有很多腺體 那這邊的話 這邊是軟骨 那 右邊這邊的話 有些平滑肌 那有一些未成熟的一些肩脂所組成的 在這個生殖細胞腫瘤的這個 血清的這個生物標 標誌物裡面 在這個LDH的話 它 會升高 會升高 那 血清裡面的Alpha-Petoprolin 跟HCG也會顯出升高 分別的話它是會有這個 Yosef tumor跟這個 合體滋養細胞的成分所產生 那超過80%的這個 非晶圓細胞的生殖細胞腫瘤 的患者的話 它的Alpha-Petoprolin跟這個 HCG 的濃度是會增加的 那 Seminoma的話它對這個 放射線治療或是 Kemotherapy的 治療都是育後 都非常的敏感 那育後都非常好 那在非Seminoma的 Jonesafe tumor裡面 大部分有90% 基本上經過這個化療之後都可以完全的緩解 治癒 那在Pure的這個 Embryonal casinoma的話 它會表現得比混合性 的這個生殖細胞腫瘤更具有性略性 那Pure的這個 熔麻膜癌 Koreal casinoma 一樣它的癒後會比較差 所以是Pure的他們的癒後都會比較不好 再來的話介紹這個子宮內膜癌的敘述 就是下列的錯誤 那子宮內膜癌的話就看了Robbins這個表格 那它基本上它是最常見的一個 子宮生殖道的一個侵犯性的癌症 那子宮內膜樣癌 最常見的突變是這個 Pi3K跟AKT的這個Pathway的 signal的transduction的增加 那這個僵異性的這個子宮內膜癌的話 它是跟P53 是有相關性 那它主要分成D型跟D2型 D2型的這個年紀 比較 高一點 65到75歲 微顯因子的話有包含萎縮或是比較瘦的病人 那D型的話是跟肥胖高血壓跟D2型糖尿病有關 那D型的形態血大部分都是子宮內膜癌的 那D2型的話主要是這個僵異性的 或者是說透明的 Click cell 或是mix mullerian tumor 那它的前去併造的話D1型的話是子宮內膜真神 那D2型的話就是 僵異性的子宮內膜上皮 內癌 好 那育後的話D1型是比較好 D2型是比較差 好這邊的話就是還有講到32歲的女生 她的月經週期比較溫暖 好那 一個月來兩次那經血量很少 體重又增加 那毛髮變多 所以你可以想到他可能就是什麼 雄心素有增多 那在超音波底下的話發現他的兩側的 卵巢 他的囊炮都變多 所以的話可能就是什麼 P 那個就是多囊性的一個卵巢 症 那下列核的戳其他都是對的啦 那 主要是組織血 他不是以這個 Stromal hypercycosis的現象為主 我們可以發現這個 多囊性的一個卵巢症 他是一個複雜的內分泌的疾病 特徵的話有這個雄心素比較多 月經會異常 然後 那個卵巢會比較多拿 那沒有辦法排卵 那生育率會下降 那以前 稱為叫做 Stanning Levinso Syndrome 那盛詢率大概是6到10%左右 那跟肥胖 第二型糖尿病 還有過早的一個 動脈周狀印象是有相關性的 核性特徵的話就是 參與這個雄性激素的 合成的酶 的失調 然後導致這個雄性激素 他的過度的產生 那他會表現出一些 insulin的一個resistance 那還有這個 脂肪組織代謝的改變 那這有助於這個 糖尿病跟這個肥胖症的一個發展 然後再來的話是在講這個 Gem Cell Tumor 在卵巢的地方 那大部分的這個 Distgeminoma 他都發生在 成年人 然後比較少發生在這個 10歲以下 那其他也是正確 那在 卵巢的這個 Gem Cell Tumor 裡面的話大概占 卵巢的15到20%左右 大部分的話都是一個 兩性的一個 男性 雞胎瘤 那其他雅型的話 主要也建於 這個兒童或是 年輕人 那可能表現會出 是惡性的 那他的生殖細胞 瘤的話就分成這個 Distgeminoma 跟embryonicacinoma 那 胚胎的話他又分成有胚胎結構跟胚胎外的結構 那有胚胎結構叫做 Teratoma 那又分成成熟跟不成熟 那胚胎外的結構的話他又分成這個 Yosectum 跟choreocasinoma Distgeminoma Distgeminoma 無性 細胞瘤 那他大概佔了卵巢的2%左右 那佔卵巢的一個惡性生殖細胞腫瘤的50% 可能可以發生在童年時期 可是大概有四分之三都發生在十幾二十歲 大部分都沒有這個內分泌的功能 那他跟Seminoma一樣 都會表現一些 Mark 像是Ax3 Ax4 Na 那還有的話他有三分之一的話會有這個KID基因的一個 火化的一個突變 再來的話是介紹這個軟黃囊腫瘤 他是軟巢二性生殖細胞腫瘤第二常見的 那他腫瘤細胞的話會 合成這個Alpha-Photoprotein 那他的特徵的話這是這個 Sheridural body 就是他在這個血管 血管的周圍會被這個 那個 腫瘤細胞 所包覆 所包覆 那看起來的話很像是一個 聖絲球的結構 再來的話講這個軟巢的這個 Sex-Code Stromal Tumor 那下列合者不正確 那A選項不正確 他表現是 可能是惡性 有可能是惡性 不是良性 他在的話這邊一樣 就是28歲 的一個女生 那他有多毛啊 然後又生醫塞 驚奇不順 然後 發現軟巢一個腫瘤 有一個腫瘤 那他最有可能的話 當然就是 Sheridatic cell Tumor 好我們介紹一下這個Sex-Code Stromal Tumor 那他主要的話是有一些 沒有分化的這個性腺肩脂 那他最終會在這個 雄性 就是Sheridatic 跟磁性 Granosa 跟Zica 性腺 產生特定的一個 類型的一個細胞出來 那 並且他可以在這個軟巢中 識別出 所有這些細胞類型相似的這個腫瘤 那這些細胞的話通常 有一些會分泌這個 雌濟素 像是Granosa 跟Zica cell 雄性基礎的話 就是Latic cell 好 顆粒細胞腫瘤 Granosa cell Tumor 那他是 類似於發育中的軟炮的一個顆粒細胞所組成的 那他分成兩種類型 一個是成癮型跟 幼兒 那他這些腫瘤的話 佔所有的 軟巢腫瘤大概5%左右 那有95%的這個Granosa cell Tumor的話是屬於成癮型 那儘管他可能是 在任何時限都可能被 任何年齡都可能被發現 不過有三分之二大概是在停經後的腹瘤 好他臨床上重要性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的話是他會分泌大量的磁激素 第二個的話他是表現的是低度惡性的腫瘤 所以不是兩性腫瘤 那Sertory Datic cell 剛剛前面有講到那個Datic cell 他會分泌的是這個雄性技術 所以他就會比較容易會有這個男性化 或者是虛擬性化的情形 然後他一樣可以發生在所有的年齡當中 高峰的話是大概是在 十幾二十歲左右 然後他主要的話有一半的病例 他的腫瘤細胞的這個 DICER1 會發生突變 會發生突變 然後再來的話介紹的是這個 內分泌的甲狀腺 甲狀腺的這個髓子癌 髓子癌 他的腫瘤細胞的話 跟這個他的特徵 主要的話是來自於這個 甲狀腺的一個C細胞 那他會有這個 Amyloid Depidida 好那再來的話是這個 甲狀腺的Pupillary casinoma 那他不是 不是他的核的變化 是Giant 這個 紅色的這個核的 這是沒有的 那其他的話 有這Gubin 還有Granc 還有Intranucle Sugar Inclusion 這應該大家都 比較知道 好那這是考甲狀腺的腫瘤 這是圖片體 答案的話 這是一個 Pupillary casinoma 所以的話 這個C選項的話 是Policure casinoma 的那個 就是location Pupillary casinoma 然後路途外 他大概佔了 80%到85%左右 那他 特徵的話 基本上他算是一個 非清洗性的一個 甲狀腺綠泡的 Nio Present 那 通常的話 因為他的這個 復發的風險很低 所以 目前已經 不再叫他叫做 Casinoma 叫他叫Nio Present 那他分成兩種 是傳統性 跟 包模綠泡型 包模綠泡型 外面有一個 Cabyshaw 把它整個包住 所以的話 他預購基本上都是會比較良好的 常見的話在20到25歲 到50歲左右 那 通常跟這個先前有一些 補色有相關性 補色附入有相關 那 基本上的話 他有這個 RET跟 PTC 還有這個 NTRK 還有這個 的一些圖片 是有相關性的 那形態學的話 就 前面應該大家都知道 就Groundgrass 還有這個 OpenNI 有一個Nucle 還有他的這個 有一個 Shutoring 酷泉 那有這個 核鉤 Nucle 那有時候也會看到 這個Samoa Barbie Samoa Barbie 再來的話是 假裝性的這個 綠泡 大概 10到15 人左右 那比較常見的話 是在這個 點缺乏的地方 女生更常見 那 Babin的高峰大概是 在40到60歲左右 那他特色的話 是會 形成一些 Colloid的一些小綠泡 看起來很像這個正常的 這個甲狀形 那他的 治癌基因的話 是這個RUS的突變 跟這個 Paspar跟 Para Gamma的一個 菌的一個 Fusion 是一個特徵 那進展為這個 Invasive的 這個Casinoma的話 可能就會跟這個 TP53 還有 CTNNB1 跟這個 TERT的突變 是有相關性的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水滯癌的話 通常的話 是這個 濾泡旁邊的 這個C細胞 濾泡旁的細胞 也要做 C細胞的這個 神經內分泌的種類 那他會分泌 這個降蓋數 發病的高峰期大概是 40多到50多歲左右 那 圍觀底下的話 可以看到很多 多邊形啊 或防垂形的 這個細胞 然後可以形成 這個Nest 或Trabicula 的樣子 那基本上的話 因為他這個 降蓋 樹的多胎啊 他會有一些 類電粉樣的一些殖基因 所以他可以看到 很多這種粉紅色 就是類電粉樣的殖基因 那最後一個的話 就是這個 胃氛化的癌症 那他的癒果非常的長 那 盛情率大概只有 小於5%的幼兒 再來的話 講這個外陰性的 這個P之醇的一個 增多症 那病的變化 是這個P之的一個 合縮 成績在這個腎上 腎上線的一個微結結 性的一個增生 他最主要的色素是這個 在脫皮性 紫合質 那這個P之醇的增多症 它有分成這個 內原性跟外原性 那他外原性的話 主要就是 他有這個 因為內原性的 ACTH的移植 使得他 沒有辦法對這個 樹狀帶啊 還有這個網狀 組織的一個刺激 導致雙側的這個 P之 會有萎縮的情形 那他的腎小球帶 的厚度是正常的 那如果說是 內原性的P之醇的 增多症的話 那他就會有這個 弥脈性的增值 主要的話就是 這個ACTH Dependent 一個Cousin syndrome的病人 那他的兩側的線體 都會 明顯的增大 那在居關下的話 呈現黃色 那還有的話 他可能會有一些 聚節節 或是微節節的增生 那聚節節的話 大概就是 1到3公分左右 那微節節節大概 1到3毫米左右 那會有一些 Lipofusin 那 內原性的這個P之 是 成真症症的話 也有可能 會有這個腺癌或是 腺瘤或是癌症 那多建於 30到50歲的 這個女生 那 所謂的這個 Adenoma 跟Casinoma 就是 主要就是在 他有沒有暴霉 有沒有暴霉 再來的話 講這個 4個細胞瘤 Gilchromosetoma 基本上他的這個 支持細胞的話 染色 S100 會染上 那4個細胞瘤 他有Casinoma的法則 就是Casinoma 在身上線外面 Casinoma是雙側的 Casinoma是 惡性的 Casinoma是跟高血量沒有關係的 那他會釋放出 大量的 Kerakonami 那會使得 這個高血壓的患者 他會 表現出 腦震發型的 那個發作 那會跟這個 心佛霍素 或心肌 腦痛出患症症 還有恐懼有相關 那Gilchromosetoma的話 他的形態學的特徵的話 就是有多邊形成 這個防水瘤 這個4個細胞 或是 主細胞 會形成一個 Cluster Cluster 這樣子 他們會這樣聚集在一起 那中間的話 這些細胞會有一些 支持細胞包吻 會有一些支持細胞 包吻在外面 那這些支持細胞 我們剛剛就講說 他染了S100 會染上 那如果說他的這個 主細胞的話 是染著 Komogranin 跟 Synetopheic 會呈現良性 會呈現良性 那他們細胞核 因為他是 Nural Endocrine 所以他的細胞 核裡面 大概就適合一些 Soynpac的一些染色 在裡面 好那再介紹的是 Osteosachoma 下列合者敘述說 A選項的話 它前面都是對的 主要是 不是MIC 在記錄 是MDM2 跟CDK4的 蛋白 過度表現 好關於這個 Osteosachoma 或者症犬 它主要的話 這種細胞除了 產生這個 Bone matrix之外 也可以產生 Continue matrix 那其他的是 錯誤的 我們後面再介紹 Osteosachoma 它是 最長線的一個 骨源發性的一個 惡性種類 好那大概佔了 骨癌的20%左右 它的年齡恢復是雙風型 所以在青少年時期 跟老年時期 好那 大概有75%左右 都是在20歲以前 那男生比較多 男生比較多 那 它最常見的位置 是在這個 長谷的 幹垢端群 長谷的幹垢端群 然後幾乎的話 不會發生在 貧骨 不會發生在貧骨 好那大概有70%的 0steosachoma 它是有後天性的一個基因的異常 好那 RV的一個 菌的一個 Mutation的話 大部分是 發生在這個散發性的一個 骨肉瘤裡面 好那TP53的話 它在這個 里佛美 尼症後群的患者 它的 生殖系的 中發生突變 那它 會使了它的 骨肉瘤的這個 發病 大大的增加 就干擾這個 P53的功能 異常 會使了這個散發性的 骨肉瘤 會非常的容易常見 好那邊嘛 有兩個 腫瘤的 抑制因子 跟P16跟P14的 CDKN2A 那它也是 會使了很多 骨肉瘤 在很多骨肉瘤中 會失去活性 好那大多數的這個 這個Low-Grade Ostil-Sacoma 它是因為 第十二對染色體 12Q 13到15的 Amplification 會導致這個 MD M2 跟這個 CDK4的 蛋白質的 過度的一個表現 那這兩個蛋白的話 分別一直 這個P53跟RB 那銀香血的話 它會有這個 Coderman Triangle 就是會在這個 骨頭的這個 骨膜的末端 會形成一個 像三角形的樣子 然後它這是 它二性種類的一個特徵 那骨肉瘤 骨肉瘤的診斷的話 它是需要 存在於這個 產生胃 礦化的一個 類骨質 或是礦化骨的一些 惡性的一個 腫瘤細胞 那通常的話 它是細的 還有一些雷絲狀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這邊 很多雷絲狀的這個 骨骨質的樣子 那在聚觀上面的話 可以看到 可能還有一些 粗血啊 或是一些 囊性的病變 那腫瘤的話 通常會破壞周圍的這個皮質 然後會產生一個 Soft Tissue的一個 那在這個 水管裡面 會廣泛性的擴散 然後 取代這個造型的骨髓 那在圍觀的話 就是可以看到這種 多型性啊 還有這種 可能它大的 生核的一個 細胞核 那你可以看到它 很多GEN-Cell-2 很多GEN-Cell-2 可以看到這裡有 4分0 4分0的情形 然後再來的話 講這個 Azheimer's disease 它的這個 病理變化 有這個 Neurotic plug-tangle 跟這個 UO5 這是它的特色 那哪一種疾病不會有 這個代償性的水腦 這個答案是 都會有 那介紹一下 Azheimer's disease 它是 老年人時代症最常見的原因 而且隨著這個年齡 增加而增加 那它 比較常見的 異常的這個 兩種泛白質 就是Aβ跟Tau 那它會在大腦的徹底區 會去累積 那Aβ Aβ是產生這個 Azheimer's disease 關鍵的起始事件 那它通常的話 也會伴隨著這個 CAA 就是叫做 腦部的一個 類變粉的 血管病點 會常常會伴隨著發生 那它聚觀部分的話 它大腦的話 可以 表現出這種 可變的這個 皮質的萎縮 那 腦肺會變窄 腦肺會變窄 那在 額葉 孽葉 還有頂葉 是最明顯的 那它因為腦部的萎縮 它會使得 腦容量減少 那會帶場性的 腦室擴大 那它的圍觀的話 特色就是會有這個 Neurotic Plague 就是一個 神經元的斑 那以及 Neurofibrin Tangle 神經元纖維的 產經 那這是圖啦 圖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這個plague 那 還有的話 這是一個 Tangle 就是一個 類似三角形的樣子 Neurofibrin Tangle 再來的話 介紹這個是 Tarkinson disease 它是一個 神經推行性的疾病 主要的特徵的話 就是它的運動機能 會開始減退 會有一些運動障礙 它主要的話 是由這個黑質的 多巴南 神經元的上市所引起的 那它跟黑質還有大腦的其他部分的這個蛋白質的累積跟聚集 還有栗腺體的異常 還有神經元的上市是有相關性的 那它的提染涉及是提顯性的 那它是在這個 SNCA的突變 那這個 Alpha Cneal Cleaning 是這個 U-Body的一個成分 是U-Body的成分 好那再來的話 是講到CNS的一個Tumora 那這邊是有講到8歲的女童 那它可能有一個 小腦有一個 囊性的一個腫瘤 那它染這個 GFAP 是呈現陽性的 好那細胞的話 是有 Biphasic 就是兩項型 好那 效率學術或者正確 當然的話 它是一個 Pyrocytic的一個Astrocytoma 所以的話 它可以看到這個 Rosenso 5 介紹一下這個 毛狀交集 細胞瘤 它基本上它 相對於其他的 一些 靜韌型的 那個 形狀細胞瘤的話 它是比較 兩性的 是比較兩性 比較常發生在這個 兒童跟年輕人 而且通常的話 都是在小腦 那也有可能發生在第3腦 是生肌 或是在 脊髓周圍的一些區域 那它的特色的話 它是 它是Grade 1 所以它是比較 良性 比較偏良性 比較偏癒口 比較好的一個 種類 那它是界線清楚 而且它是呈現 狼性的 那它有 它的近論是有限的 是Limited Limited 通常的話是有 雙向型 是有 鬆散的 微囊 跟著 緊密型的 纖維 的一個 狀的區域 是 兩邊 你可以看到 它 在這邊的話 是比較鬆散 那這邊是 相當對孩子 是比較致密 所以它是有兩個 兩個像 兩個 Morphology 這樣子 那 腫瘤的話 通常的話是有 長兒系的一個 Airlite 的一個 雙肌 細胞所組成 那這些圖系的話 它絕微皮會呈現陽性 那它的特色的話 是我這個 Rosensify 可以看到在 右邊這個圖 這個比較紅色 這個 就是它是四酸性的一個 螺旋狀的一個內涵物 所以四酸性看起來都 顏色會比較紅 會比較紅 那它裡面的話 如果說有一些 微血管的增生 或壞死的存在的話 並不意味著 它的濾口會比較差 那再來的話是這個 Meduloblastoma 那它一樣是 號發在 兒童的小腦裡面 那它的 哪一種分子 分類是 癒口比較差 這是它實際的 WNT 的態度 是癒口比較差 Meduloblastoma 它主要是發生在 兒童 而且它是發生在小腦 那它沒有治療的話 癒口會很差 那如果有治療的話 有做這個 Radiotherapy的話 它基本上 是癒口會比較好一點 那它的這個 分子跟組織學的一個 牙型 的不一樣 會跟它癒口 會不一樣 那像這個 WNT 活化的這個 Meduloblastoma 它五年存活率大概有百分之百 那有一些其他的 牙型的話 存活率可能只有 只有二三十而已 所以相差很大 在形態學的部分的話 分成三個 一個是 Classical type 一個是 Decimal Peristic type 還有一個是 Logicile And the Peristic type 那Classical type的話 它就是會形成這個 Homerite Rose 那Decimal Peristic Nodual Variant的話 它主要特徵就是 它會有一些 膠原蛋白 還有一些網上蛋白的 一些 成績 那Large cell的話 顧米思義就是 就是細胞很大 然後 不規則 那核人很明顯 那細胞會包裹 那它的有失分界 跟這個雕王的指數 會較高 好 那我們的復習 就到此結束 那基本上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 基本的題目拿到 那太偏的題目的話 就真的 也沒辦法 也很難猜到 就祝福大家 都可以盡管提名 謝謝